好,学武力,赵老杜,上课 咱们这一讲呢,讲一下串联和并联 串联和并联是电学计算里面,杜老师认为最重要的地方 因为咱们所有的电学计算都是从分析电路串联还是并联开始的 所以咱们这几课的任务就是要认识一下 什么样的电路叫串联,什么样的电路叫并联 咱们先复习一下,咱们上一几课学了什么 咱们上一几课呢,首先学了一些电路组成电路的一些产用元件 电路有几个东西组成来着 有开关,有用电器,导线,还有呢 电源,电源是不是,这是什么 电源,这个用电器 用电器,小灯泡,这是开关是不是 但是我们在画图的时候,不能把这样的好看的电池画里面 是不是,对,你也不能把那个电铭片画电路符里面去 我们专门把每个东西都安排了一个符号是不是 电池符号什么样来着 两数 两数是不是,长的这一数叫什么 正极,短的这个呢 负极 负极,这是电池,也叫电源是不是 这个代表什么 灯泡 灯泡,是不是 凡是通来电能发光的,都用圆圈给个叉表示 这个呢 开关 你看这个转轴可以转,是不是 这代表开关的意思 好,咱们把上几颗东西给认识了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没认识完 就是导线这么交叉的话 它有可能是这样,有可能是碰到一块的,是不是 加个黑点是什么意思 加个黑点是没有交叉 有交叉的 不,它交叉了而且相连了 对 交叉可能这样看不相连的,是不是 这是相连的,是不是 对 这种情况 这应该是交叉相连的 就是加个黑点 不加黑点说明一下 虽然它这么走,它这么走 但没有碰到一块,是不是 电路有三种状态 上一课就说了,是不是 第一种 电路里面用电器都可以正常工作的 叫什么来着 处处连通的 叫通路 通路,是不是 还有一种叫 断路 断路,是不是 比如说灯色烧断了 比如开关断开了 比如说节触不良 都叫什么 断路 断路,是不是 还有一种多多事做实验了 用一根导线 直接把电源连起来 那叫什么 短路 短路,是不是 有一根导线直接把某个用电器 连起来 那也比较短路,是不是 对 短路 好,电路的三种状态,是不是 短路 我们上几个学习的电路图 我们应该做只用一个用电器,是不是 对 一个用电器 可是在一个实际的电路里面 用电器不可能就一个 你知道咱们家房间里面,是不是 有电视 有空调 有洗衣机 有电灯 光电灯有的时候就十几个,是不是 嗯 这有时候两个三个甚至更多 那我们怎么把它连到电路呢 这是咱们今天学的串联和并联 有两种连接方式 这都是,你看 这就是两个灯了,是不是 对 两个灯怎么把它连到电路图里面去呢 第一种连法叫串联 叫串联 就是用一根导线 把各个 这叫各个电路元件,是不是 顺次连接起来 顺次连接起来 这就叫串联 这个看咱们第一怎么说的 各个顺次连接 这就跟咱们好几个人似的 好几个人的话就是 你拉他手 就是手拉手手拉手 然后转成一圈,是不是 如果你要跟某一个同学面对面 你拉他这手 他这个手 这就不叫串联了 几个同学就是 你拉他的这个手 再拉那个同学那个手 那个同学 再拉那个同学那个手 转成一圈,是不是 叫各个顺次 手尾相连 就是他的手跟他的尾 他的手跟他的尾 就这么个意思,是不是 手尾相连 叫串联 好,那串联电路 到底都有什么特征呢 这是咱们的重点 这是手图 它准成电路图了,是不是 对 你看现在我有一个开关 当 这和开关时两个灯泡 有什么变化 是都亮呢 还是一个亮 一个不亮呢 你猜一下 应该是一个亮吧 哦,你认为是一个亮 是不是 哦,我根本猜错了 这两个都亮 好,看来初学的同学 还真不行 这个看来用语言表述 语言表述 语言讲解 还是确定束缚力的 那看来待会得上实验 是不是 待会到实验里面 咱先多多先给你讲一下 咱们先看一下 然后咱们再到实验室里面看看 是不是开关B和两个都亮呢 要不然是多多瞎说 是不是 多多不瞎说 好,还有 你看这个开关 是各这边是不是 对 你如果把开关 拉到两个灯的之间 就是开关位置改变了 刚才一个开关 能关两点灯是不是 你说我把开关位置给改变以后 你再猜一下 能不能还关两点灯呢 应该可以吧 应该可以是不是 这你猜对了 猜对了 也就是你开关位置改变 开关位置改变 是不影响电路的 它还是两个灯都可以亮 那就开关在哪一个位置处 是没有影响的 是不是 这串联电路 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你再回到这个图上面来 你别的开关闭合 刚才说这两个怎么样 都亮 都亮是不是 你说我要守闲的 没事 我把这个灯跟进你下来 或者把灯叭去敲碎了 你说这会什么情况呢 这个灯还亮吗 开关还是闭火的 那这个灯会亮吗 会吧 会什么 大家会到实验里面看 到实验里面看 我跟你说 这个地方是敲断了的话 就相当于这地方 有个开关断开来了 你知道吧 你这地方断开的话 就相当于一个开关断开一样 是不是 好 大家看 创联那种 咱们别着急 创联那种别着急 待会再看实验 是吧 还要跟你说 这个 用电器能亮 用电器能工作 那人有电流通过的 咱们看看电流 电流一般都是从电源正级出来 然后流过用电器 回哪去 回负极是不是 那电流是这么走 你看着 它是不是要想 要想回到负极 是不是必须流过这个用电器 然后呢 要想回到负极 流过这个用电器 是不是必须要流过这个用电器 对 那你看整个电流里面 有几股电流 一股 只有一股电流 这是串联电流最大的一个特征 串联电流 不管你有多少灯 它只有一股电流 真的记住好 是吧 还好 好 那关于串联电路的一些特征 你看你刚才没看 以下就说错了 是不是 对 实验就不错了 来 看看串联电路特征的实验 好 同学们 欢迎来到老杜物理实验时间 下面这个实验呢 杜老师带着大家 连一下串联电路 然后再看一下 串联电路 有哪些特征 好 来 跟进镜头 一起来看杜老师 连 串联电路 好 我们的串联电路 什么叫串联电路呢 就是 首尾相连 将各个元件 首尾相连 逐个顺次连接起来 在连接电路的时候 要保证开关是处于断开状态 你看 将各个元件 逐个顺次连接 好 还差最后一条线 把这个跟这个连上 好 好 逐个顺次连接起来 这就叫串联电路 我们闭合开关 注意灯泡的亮度 你看 开关一闭合 整个电路 全部亮了 你看 我把其中一处给断开的话 整个电路 都不亮了 我也可以这么办 从里看着 我现在拧下其中一个 灯泡 看看另一个灯泡 大家发现 串联电路中 如果其中有一个 拥电器 断了 那另一个用电器 也是不工作的 我现在再把它拧上 你看 它又工作了 所以咱们要知道 串联电路中 有一处断开 是全部都断开的 再说一遍 强调一遍 串联电路中 有一处断开 是全部都会断开的 好 下面呢 再探究一下 串联电路中的短路 是不是有一处短路 会全部都短路 来 跟着摄像机镜头 我先把其中一个 拥电器给短路 比如说我先把这个 小灯泡给短路 然后再观察 另一个小灯泡 是不是发光的 哎 你看 我把这个小灯泡 给短路的时候 这个依然还是可以工作的 好 我再把这个给短路 有一根导线 直接把它的电源 直接把它的正辅机 给连上 哎 你看当我把这个小灯泡 短路的时候 这个小灯泡 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如果我要是把电源 给短路的话 我要是把电源 给短路的话 那你再看看 它们两个会有什么现象 这个咱们前面一阶 可是做过的 来再观察一下 看电源短路 来看到 当电源短路的时候 这时候所有的运电器 都是不工作的 好 那我们串联电路 它的特征 杜老师已经介绍完了 如果其中有一处 短路的话 整个串联电路 都会 断路 如果其中有一处 短路的话 它不一定全部 短路 除非你把电源 给短路了 如果你只是把其中 一个运电器 给短路 那另一个运电器 还是可以工作的 好 我们串联电路的特征 我们先做到这里 好 时间回来 该看都看了吧 开关断开 开关一闭合 是不是两个都同时亮 开关断开 是不是两个都同时不亮 对 把其中一个小灯 给拧下来以后 那个还亮不亮了 不亮了 不亮了是不是 而且杜老师在 串联电路里面 还探究了一个短路 那实验里面 是不是 有这种情况 就是闭合 我要把它给短路的话 它肯定就不亮了 是不是 对 但是它亮不亮 亮着的 它还是亮着的 是不是 那你那实验里面 它还是亮着的 但是它会变得更亮一点 那这为什么的话 现在还解释不了 还解释不了 这个必须跟学乡 欧姆经理以后 这也很好想 你把它给短路了 就现在一个人导线取代 是不是 它为什么 还变得会更亮一点呢 你想 如果你们两个都在的话 它的电源 它的能量 是不是给它们俩疯 对 它要是没了的话 它的能量全给谁了 全给那个灯泡 全给这个灯泡了 是不是 所以它会变得更亮一点 变得更亮一点 但这么说 有的是也会干扰你 病人就不是这种情况了 好 那咱们就来总结一下 串联电路的一些特点 首先说串联电路 有几条路径 一条 只有一条 是不是 只有一条路径 通过一个元件的电流 也肯定会流过另一个 是不是 对 电路里面 实际上串联电路 需要几个开关就够了 一个 只要一个就够了 并且开关的位置 电路有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电路里面 如果串联电路里面 如果有一处断开的话 比如开关断开了 或者是地址开关没断开 其中一个灯坏了 只要一个地方断开 整个电路怎么样 都断开 都不工作了 是不是 因为它只有一股电流 你要让这股电流不流的话 所有都不行了 是不是 对 所以你会停个什么 全断 全断是不是 笔记记好了 但是你要短路呢 就不一定了 就是不一定全短路 是不是 除非你短哪 你说一下 短 电源 对 如果我短的不是 你看 这个串联 我不短它 我也不短它 但是我短的是它 这要命是不是 这也全短了 是不是 对 所以你看杜老师的语言 还是比较谨慎的 一短不一定全短 对吧 这不一定就得考虑特殊情况 这是谁 电源 电源是不是 非常棒 好了 这是串联 是不是